這個是HM5 Data Transfer的影片 通常我們要做的就是第一步 我們回到電腦這裡 我們要按HM5 它會說它無法解鎖扣 現在暫時的Status是Disconnected 我們按Connect 它都說不行 我們就要拔它後面的Cable Cable位置就是在 這裡再落一條膠的Cable 拔了 接著我們插進去 我們過回來 我們再按多次Connect 我們看到Waiting for Package 我們過來這邊 我們提先就是Database 我們選擇要Transfer的資料 通常就是8132811 接著我們按Manage Manage的時候我們按Send OK 那些Data就會到電腦那裡 這邊同樣地我們也看到Read Data OK 看到One Measure 我們按Launch OK 名字是波波 我們按View OK 它的result就出來了 通常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會按 按Ctrl Ctrl Print Screen OK 整個影像就會拍好了 接著我們就會打開 Image 按Ctrl V 我們現在的Patreon 波波就會補出來了 通常就會把這些不要的 把它補回 OK 然後Save as Jetpad OK 我們這次的Patreon 是波波 OK 然後按Save OK 那桌面來說 我們找回波波 OK 那CBC就在這裡了 OK 那這個CBC就是它的 那 那 我們Diagnostic Profil來講有Template 當我們入好資料之後 我們也可以取代 譬如這個是舊有的Patient 我們Escate 我們這次這位Patient 是波波 那我們只要進入資料 那在這裡 我們波波拉回來 OK 那波波的CBC就完成了 那當然了 Biochemistry也是一樣 那我們可以Delete Paste它自己的 OK 回收 OK 對回整個家屬 update PCVTP OK 改回Patient名 OK 然後Save as 這個就是波波拉 OK 那大功告成 呢